国足一进五出 李肖鹏或携手 八规划力争 十七分 亚洲霸主六轮不胜 就活国足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那么在开始话题前 也烦恼屏幕前的球迷 能够给个点赞和关注 下面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中国男主 我们都知道 那么距离这个国足主帅 李铁下课的事情 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对吧 而压死最后一颗稻草的 也并非是李铁的直较成绩 而是各大媒体爆出的 李铁的争议行为 其中就包括故意发图带货 和利用自己的职位谋求私利到 而就在近日吧 又有知名的记者透露 李铁已经是主动找到了 足协的主席陈旭员 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并且表示自己不会再给球队 以及足协添加任何麻烦 与此同时 李铁个人社交媒体上的 国足主帅认证也已消失 那么仅剩下知名运动员的一个称号 因此来看吧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李铁下课仅剩足协最后的官宣 那么李铁果真下课 国足将会迎来一出五进的局面 毫无疑问 一出肯定是李铁出去了 对吧 那么至于五进 第一个进国足的 极有可能就是主教练李肖鹏 因为从外界的所有传闻来看 李肖鹏接受国足教编的可能性最大 其实各官分析一下确实如此啊 李肖鹏即使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吧 但也是目前最合适国足的 我认为主要是有下面的三点原因 第一个是吧 受到防疫政策的影响 外界教练想要来到咱们的国内 确实非常难 第二吧 李肖鹏有丰富的执教履历 执教过中国女足 还获得过中超最佳主帅的称号 第三李肖鹏这人做事比较稳妥 不容易给足鞋 但还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说李肖鹏执教国足 是现阶段最合适的人选 除此之外 还有四位规划有望助阵国足 像此前受伤的李可和费南多 现在已经是痊愈了 如果两人有意义 想要支援国足 那么一定会充满球队 另外北京国安的侯永永和深圳的 卡尔德克都有望 在明年正式加入到国足的队伍中 到时候国足将会出现 八位规划球员的历史性局面 如果全部属实 李肖鹏将会携手八规划 力争17分 试图超越目前市役赛 第三名的澳大利亚男足 毕竟国足与澳足目前仅差6分 还是有可能实现反超的 那么12强两个小组的第三名 也会进行一场复加赛 从而获得周际复加赛的名额 那么反过来看一下A组 伊朗和韩国 几乎已经是锁定晋级名额了 对吧 后面的球队只要国足不碰到 伊拉克都有胜算 而伊拉克目前经历了六轮不胜 他们成为小组第三 是很有难度的 所以说国足从理论上来讲 还是有一线升级的 那么各位球迷朋友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导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 拜拜